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颜值高彩华骚的不正经小说家 很高兴要跟大家见面了 废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咱们今天的主题 在这天完美世界胜虚三部剧中 荒天帝无一是最强的 最起码目前为止是这样的 在这天中 荒天帝虽然出场很少 甚至比一些龙套角色的戏份还少 但十号的实力摆在呢 更不用说在完美世界中的无敌剧情了 那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十号 去一个上舱之后 还能继续无敌吗 这点相信很多小伙伴们都非常关心 可是圣区更新的速度实在是不忍之事 以至于到现在都不知道荒天帝 到底过得好还是不快 不过不用担心 小说内容还没更新 但是咱们可以根据已有的内容 进行一番科学的推测 在圣区中 还是能看到荒天帝的一点蛛丝马迹 从那个突然出现的飞手来看 对方的实力一定比 这天三人组高上几个档次 不然战无不胜的五指大帝也不会隐落 不过肯定大帝在荒天帝出手后 只是昏迷 从这个细节中我们就能看出 或许荒天帝在上舱的日子也不好过 所以起码没办法打遍上舱的第一手 不然也不会在黑手攻击三人组的时候 仅仅只是出手相助 不过也不排除荒天帝使用迫不得已的情况 所以只能在最后关门的出手 毕竟沉冬大大的脑洞不是一般的大 在这天和完美世界中 也不是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不管是哪种情况 黄天帝在上舱的日子应该都不是很好过 毕竟上舱之上是一个神秘 而又充满危机的地方 就连黄天帝也得悠着点 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感谢观看